你爱的人有自己的实力 不必去担心鱼路的艰辛 即使风雨变换 他依旧可以好好的生活 闪亮自己的光辉 肖战一个现象级的偶像 那么多人的喜爱 那么多人的守护是真的很好了 肖战的人气啊 曾经被诟病 因为之前动感101光点台云济军 所以很多人认为肖战大不如以前了 还放出了肖战很多代言被取消了的消息 可是肖战很快就用实力打脸 光点不久之后呢 便登上了动感101榜首 点亮了上海外滩 在随后的酷狗能量榜里面 肖战更是取得了十连贯的好消息 这一次肖战6月儿童节再次传来了好消息 肖战再获十连贯 刚刚有博主传来了好消息 肖战获得十连贯 肖战登顶百科明星人气榜 新一期的内地男明星和明星总榜双榜的top1 达成了榜单十连贯 这一次肖战酷狗能量榜四十连贯了 肖战光点在东方风云榜夺得了冠军之后 又一次的大好消息 这一次夺得十连贯再一次证明了肖战的影响力 再一次证明了肖战的实力 不得不说大家对于肖战的喜爱是十分深刻的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 大家也是默默的支持肖战 默默的做着数据 这就是肖战的影响力 这就是肖战带给大家的力量 同时粉丝们也是十分的喜爱肖战的 所以以后不要随便的议论肖战脱粉了 喜爱肖战的粉丝怎么会脱粉呢 看看数据你就知道了 这一次肖战是双top1实属罕见 肖战这一次蝉联百科明星人气榜周榜总榜 和内地男明星双榜十连贯 意味着什么呢 单单双榜top1很简单 但是连续十周可能吗 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但是肖战的粉丝们做到了 肖战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做到了 肖战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肖战再一次的狠狠的打脸了 鼓吹肖战壁虎的那些绝黑们 这一次肖战的影响力再一次得到印证 肖战还是那一个少年 从未曾改变 之前有一些人说肖战丢掉代言丢掉通告 这一次事实打脸了吧 小鹿奶茶代言上线 百味啤酒等等都是肖战代言的 肖战可太优秀了 六一最好的礼物 肖战的光点也还算是薪格吧 可以当成六月儿童节最好的礼物 但是今天的十连贯双top万才是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毕竟实力彰显了一切 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肖战未来会更加的美好 我们一起加油吧